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原来女儿多恩的监护权是前夫的 智善需要马上把女儿还给前夫 但是智善肯定是拒绝的 于是就和前夫协商 希望能把抚养权让给自己 结果前夫直接就拒绝了 然后推开智善离开了 后不担心 智善到家之后发现韩梅和多恩失踪了 智善本想报警 但是考虑到多恩的抚养权可能再也不会给自己 就果断放弃了报警 决定自己找回多恩 不过智善很快就进入了死胡同 他发现韩梅的身份和住址都是假的 推荐他来的人只是收钱牵线而已 但是奇怪的是 智善在韩梅的柜子里发现了前夫的工作牌 这让他非常疑惑 智善跑了多恩打针的医院询问 却被告知韩梅取走了一个月的感冒药 正当智善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 家门口出现了一个神秘的鸭舌帽男 给智善带来了一丝希望 鸭舌帽男带智善来到了一家妓院 原来她是移民圈有名的黑中介 而韩梅曾经在这家妓院当过小姐 接的第一个客人就是她 智善把自己的电话号码留给了老宝 希望韩梅来了的话能通知自己一下 刚走出妓院的智善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 对方声称韩梅和多恩都在自己手上 要求智善立马给自己转钱 智善吓得赶紧就把钱转了过去 接着按照指令去码头找女儿 结果到了之后只找到了多恩的玩具 走投无路的智善还是去报了警 但是因为智善无法提供韩梅的照片 其他信息又都是假的 连警察都怀疑 智善不过是自己倒了一出戏 为的就是把多恩留在身边 无奈的智善只好选择了靠自己 回家之后智善从一个男孩口中得知 当初韩梅来找自己家里工作是有预谋的 于是智善又来到了妓院 这次她得到了一个小女孩的照片 接着从照片上留下的信息 找到了韩梅的乡下老家 从韩梅的邻居嘴里 智善知道原来韩梅是被买过来当媳妇的 只是因为嫁了个恶老公 再加上有个恶婆婆 所以韩梅的日子过得很不好 后来韩梅生了个女儿 取名载人 这让韩梅重新燃起了对生活的希望 但是好景不长 载人患有先天疾病需要患肝 而韩梅的老公和婆婆都不愿意治疗 无奈之下韩梅只好抱了孩子逃跑 智善发现在人身上穿的病号服 就是前夫所在的医院 他又想到了家里前夫的工作牌 认定这中间一定有什么联系 于是智善就来到医院询问 从护工嘴里 智善得知了事情的经过 原来当时在人已经非常虚弱了 为了蓄医药费 韩梅只好去卖肾 但是还没到跟医院约定的续费时间 在人就被赶出了医院 而占了在人床位的就是多恩 离开医院没多久 在人就去世了 崩溃的韩梅失去了唯一的依靠 于是为了报复 他刻意赶走了智善的前保姆 自己取而代之 并把在人的尸体 放进了智善家的冰箱内 从鸭手帽男嘴里 智善得知了一个消息 就是韩梅曾经办了一个儿童护照 说是要回家乡 于是智善和警察一起赶紧去渡口来人 果然在渡轮上 智善找到了抱着多恩的韩梅 经过一番催泪眼角 韩梅终于把多恩递给了警察 拒绝了智善伸过来的手 并纵身一跃跳进了海里 只是抓着绣着在人名字的手帕 永远地沉了下去 女子本弱 为母则高 虽然智善和韩梅生长于不同的环境 归属于不同的阶层 但是在面对孩子的问题上 他们所爆发出来的能量却是一样的 好了 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